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施主 大家来看 前兆 这是一个男人 他的八字信息 以草加生 以嗨归有 这个八字信息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几土生在秋天 今旺之时 那么这个土 有点不得节恋 在这个季节 生的土 它是受到精的 耗力的 泄力 所以说土不得令 那么不得令 它就有点身弱的这种表现了 那么好在这个几土 通根于年柱的这么一个丑土 那么它通根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使这个土 不是说达到一种 非常弱的状态 但是这个八字当中 这个土也是偏弱的 再加上 金 刻号之急 日柱海水 刻号之急 再加上石柱 鬼友 谢号之急 那么土的力量 就达到一个偏弱的状态 再看我们年柱和月柱 以木 甲木 虽然这个木的力量 在秋天非常之弱 但是它既然出现了 它多少都会有点力量呢 再加上甲乙木 对极土的一个克制 所以说呢 这个极土啊 还是弱的 那么我们再看 它好在有一个甲 己 相合 甲己 相合 化为土 虽然没有核化 但是也 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土 稍微有点 哇 也不至于 这个极土的力量 特别特别的弱 大家来看这个面具 这个面具按道理来讲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面具 但是它面中出现了两个信息 而这两个信息 就极致于这个面具 它的清澈程度 它将来的地位高低 财富大小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那是因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命中的 官和杀的混杂 就是甲乙木 甲木乙木 那么就是它的官杀 那么官杀 它在这个八字当中 反映出来的一个信息是什么呢 官杀混杂之下 那么这个官杀混杂之下 反映在我们人的性格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 做事情 很难达到一种 非常专一的状态 再比如说 一生当中 选择也特别特别的多 做这个不成 我再去做那个 做那个不成 我再去做这个 其实这是 人生 也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大忌 那么就是 人生方向的这个问题 像这种面具的人 他们在人生方向上 一出现选择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多的选择 你像有句话讲 女怕嫁错郎 男怕选错行 这句话呢 是非常非常有道理 我经常给别人说一个比喻 我就说 你用五年经营一个事业 和你用五十年经营一个事业 而这个事业的高度 宽度 大小 它绝对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 他就是有这个误区 怎么赚钱我做什么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生意 那很多人就想 我要去创业 什么叫业 那个业 其实指的就是一个事业 事业 是要拿几十年的精力 时间去打拼下来 建立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不是靠一个三五年 那叫做什么 那叫做生意 所以说 我们在创业过程当中 在自己的人生方向 这个问题上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这就是很多人 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当然了 其实每个人选择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非常好的职业 这个问题也是有一定的机缘的 并不是说 我们想选择什么 就要去选择什么 这是不可能的 也是不现实的 我看好人工智能行业 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行业的一些讯息 我们也没有这个行业的个人素质 更多的我们也没有这个行业的一些资源 所以说 我看好 但是我不一定能涉足到这个行业 这就是我们在人生方向上 选择上 我们一定要明明的一个道理 我们尽量的去选择一个 让自己有一个长久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事业 这么一个事情去做 这就是观撒混杂 它自己心性上的一个弱点 那么就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 选择特别多 然后做事情不专一 这就是观撒混杂的一个缺点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深入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它的徐用神就是印和笔节 我们看它这个大运走的这个运程和用神 是不是有我们需要的印和笔节 十七岁到二十七岁 有一个无火 为印心 这个印心就是我们的用神 也就是说 十七到二十七 这个时间段 是他人生当中挺不错的一个时间段 成家利益会在二十七岁之前 那么就是因为无火的作用 那么二十七岁之后 诗神大运 心 诗 很多人就说了 可是他命中又有一个诗火出现了 也是印心 诗火 这个形容神也到位了 我们看着他是到位了 但是诗者他没有到位 大家来看 诗火会和他的诗柱的有金进行相合 诗有和化成金 那么诗火就会被金和化掉 那么这个诗火呢 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喜用神 就会受到制约了 那么受到制约之后 转化成他的金 而这个金对于他自身来讲 也没有多么大的不好 只能算是平运 只能算是一个平运 那么好在三十七岁之后 耿成大运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喜用神 比较到位的一个世界 那有人就问 老师他这个地方也是耿金 他怎么能好呢 我们看他的命局当中 有一甲己相合 那么这个甲己相合 没有合化之神 所以说甲己相合 没有办法去合化土 这个甲己相合 也叫中正之合 但凡是这个命局当中 有甲己之合的这种命局 其实这种人的心性 特别的好 也特别的政治 但是你看 甲己之合 合化为土 那么这个观星 就受到了制约 他没有合化成功 这个观星还是存在的 但是在三十七岁之后 耿成大运 甲己之合合化成功 嗯 合化成功了 成功之后 OK 喜用神就到位了 并且大家再看 合化成功之后 观星就没有了 观星一没有 整个格局开始清澈起来 那么清澈起来之后 这个人在三十七岁之后 肯定就会找到他 真正的人生方向 而三十七岁到四十七 也是他人生发展当中 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么四十七岁之后 吉土又出现了 那么对他还是有帮助的 这就是他整个命局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我们在看命局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能光只看 一个五行的相克相生 我们必须要加上 行冲克害合的这种变化的关系 我们才能真正的 把一个面局分析得特别像中 有时候你是一个喜用神到位 但是为什么不好呢 就是因为喜用神被合化成其他的五行 那么喜用神的作用 也就失去了效率 一个非常不好的面局 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大运的话 它照样会有一个 非常不错的一种人生高度 你像这个面局 观察混杂本来是一个病 但是因为一个大运的出现 观察混杂发生了 一个扭转 没有了 观察混杂没有了 观星被合化掉 OK 它的不好的东西就会完全的给消化掉 所以说呢 大家在这个命局当中 还是在我们人生的事业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一定要明白 心性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命局我们决定不了了 但是我们的心性完全可以去改变的 就好比观察混杂 观察混杂不就是做事不专一吗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个 约束力 自身心性的一个转变 真正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我们一定也能做到 专一的一直在一条道路上走下去 做事业有时候必须有执着 但是执着也是一把双刃剑 该执着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执着 只要是好的东西 只要是正能量的东西 就必须要坚持下去 感谢观看